圓圓滿滿這幅畫的這個主要的題材是繡球花 繡球花是日本的原生種的植物 在日本它可以高達兩公尺這麼高 植株非常的大 非常的豪邁 非常的奔放 而且整個這個繡球花當作是一個 梨拔植物的時候 那個花海的壯觀真的就是讓人會為之驚豔 那我這一幅遠遠滿滿是我第一幅的繡球花 在花朵上面我特意也是用了這個青背 局部的表現出花朵的接受陽光 這個照耀的這種燦爛的感覺 那繡球花主要有紫陽花 像日本稱為紫陽花 那在台灣其實看到比較多的是桃紅色 那這兩個顏色都是我非常喜歡的 當時候我在日本的一個雜誌上看到有一幅畫作 回國之後我就想如果我也可以把它表現出來的話 那由於這個花瓣是非常繁複 我來講設施一個突破也就是說 把這個花瓣的 單朵單朵花瓣跟所有的花瓣 集合成一座大的花朵的這種 漸層這種立體的層次 捉摸出來 那另外呢就是在花 葉子的部分有這個利用局部的苗巾 做出花梗 苗巾的部分 在七一的實惠裡頭 也是需要比較多時間去練習的 這個跟我們畫國畫的這個白苗一樣的 需要有一些功力 那在這個部分我覺得 除了工具好的適當的工具之外呢 這個手的穩定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還好我在這兩個部分都有 達到一個起碼的水準 那我喜歡這幅畫 也喜歡跟大家分享 繡球花她的很 很喜氣的這個感覺